接下来关心台风前的防台作业情形 凯米台风持续避弃台湾 预计在24号、25号两天会是影响台湾最严重的时候 花莲各机关单位都严正以待 也加强各项防台措施 要把台风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以下为大家做的整理画面 根据气象署发布预测 中台凯米暴风圈正逐渐接近巴士海峡 及台湾东南部海面 花莲海域已经有强阵风及长浪发生 第一二岸巡队所属各安检所 还有巡逻战勤务人员 也针对峡内、崇德、七星潭、基骑及石堤坪等 民众容易聚集的油气热点 劝导民众不要关浪 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东部沿岸地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已有强阵风及长浪的发生 为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此呼吁请台风来袭期间 请切勿至岸季及港区关浪 或从事其他水上油气活动 为在花莲北冰海景第一排的店家 业者赶紧做房台准备 装上房台板 把活动式装饰收起 家里固定 希望可以减少损失 用房台板 然后把会飞的东西就把它集中 因为刚好是海边的第一家 对 你会不会很担心这个台风 会啊 很担心 现在就差不多了 就顶点有名 木瓜溪万里溪上油边坡 零四零三地震后 风塌形成艳色湖 零保暑花莲分鼠 已经加强持续监控 它其实是持续的溢流当中 那我们其实也持续在监测 目前对下游的一个居民 部落这边的影响并不大 那主要是台风来的时候呢 可能如果说今天 风雨比较大的话呢 那可能会造成 对于下游河道的一个影响 现在目前就是封闭了九条的 湖道跟四个远区预警性的封闭 零玉坛红面鸭放暑下活动 一早再进行防台工作 把大型红面鸭泄气捆绑固定 有游客前来却铺了个空 县府观光旅游处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 从7月23号中午起到7月24号 全天活动和演出场次都暂停 凯米台风将至 气象鼠预估登陆的时间 有可能在24号的深夜 请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不可掉以轻心 大华林新闻综合报导